你好,我是Mira 大家好,我是Mira 過幾天我就會身處韓國 現在我就撿講行李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行李行李箱裡面一定會有的物品 首先第一樣就是這個 鑽鑽捲髮器 以前去旅行的時候 我一定會戴自己的風筒 因為我覺得酒店的風筒 風力是超級弱 一定出不了自己想要的髮型 但自從買了這個鑽鑽之後 因為它夾直又可以 夾暖又可以 我覺得實在太方便了 所以我就把它代替了我的風筒 最近我經常漂頭髮、染頭髮 而且每天都要用那個轉轉 所以我每天洗頭的時候 就一定會用這個 這個是Essential的護髮膜 但是我就把它當是護髮素用 我每天洗完頭就會用它 用兩三分鐘左右 因為我半年沒有做過髮型 但我的頭髮現在摸上去 還可以騙到人 所以我覺得它不錯不錯 然後我就會帶紙巾 因為我韓國是很少這些紙包紙巾賣的 它們也有的 但是它們的紙包紙巾是 平時買報紙送的紙巾 它是這樣開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用 基本上我會帶一人一包 然後就是這個 數據卡 其實我還在想用不用它 因為我韓國的電話 我還可以用 但我要去增值才可以用 但是這個我就馬上換卡就可以用了 嗯... 我還在想 不過先戴上去 然後就會帶這個USB充電 它有六個孔 超級方便 可以充滿我所有東西 然後就是這個小米尿袋 雖然真的很重 但是沒有它是生存不到 吃完燒五花肉 吃完燒大腸之後 身體一定會很大股味 所以我一定會準備這個 這個Body Mist和香水 這個就是Jo Malone香水 小小至30ml 淡火麵 這個就是在Cacatoc的專門店買的 可以噴身 噴頭髮 都可以的 它有很多種味道 我最喜歡是它 然後護膚品不少 我就會用一個袋子 都可以用它 通常我會用旅行妝 例如是落妝棉 Tonato Notion 還有這些旅行妝 是用也都用不完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是化妝品 裡面有潤唇膏 折毛夾 眉粉 這個是胭脂 一大堆的唇膏 遮瑕膏 CCream 折毛液 Megabase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化妝用品 我發現唇膏是佔了大部分 去旅行的時候 我喜歡分開兩個錢包 一個就是放回港幣 一個就是放當地的錢 今次我就會帶三眼仔過去 這個就是T-money卡 韓國的霸通 在地鐵站裡面你怎麼都可以買的 不過這隻T-money好像說 2017年就會全面停用 所以我就想去買一張新的 因為最近T-money和Cacatoc合作 推出了一套新系列的T-money卡 超美 我真的不買對不起自己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韓國電話卡 而且因為要拍片 所以就會帶這個G-P-G 和Mini腳架 不過現在我還很害羞 我覺得在街上拿著自己拍棍拍自己 還沒習慣 不過不管了 我先戴上去 另外有很多朋友問我 如果冬天我去韓國 應該怎樣穿才好 我平時會在裡面穿一件HIT TAC打底 外面穿厚一點的冷衣 然後一件很厚的大衣 然後會戴上頸巾 頸巾要像披肩的大小 因為我覺得厚和大一點的頸巾 可以包著頸巾 只要頸巾暖 整個身體都會暖 另外拉帽和手襪 看看當天天氣冷不冷 如果太冷的話 也是必須的 然後效身我會穿這些 很厚的蜜褲 裡面的毛毛 給大家看看 超厚 所以基本上穿一條蜜褲 已經很保暖 不用再穿兩條褲 貼暖包 我覺得一條這些厚的蜜褲 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韓國的東西的話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